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 嗯... 我的房間裡有什麼 就是 我之前歐洲專利品 下面就是有辦那個抽獎嘛 然後就是 很多人留言說想看的主題是 Rune Tour 就是...對 我的房間裡有什麼 然後 我今天就想說來錄這個主題給你們看 對 就是分享一下 嗯... 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歡看這個主題的影片 就是 三不時都會去YouTube搜尋這些影片 然後 所以希望 就是希望我錄的也 你們也喜歡看 對 然後我的房間其實沒有很大 因為我是跟家裡的人住 所以 對 就是 嗯...房間沒有很大 你們懂我的意思 好 那... 今天就是 大概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詳細的話 之後再 補錄給你們看囉 然後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喜歡 要看到最後記得訂閱我 掰掰 好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房間大概是長 這樣子 對 還滿小的 然後先給你們看一下 這邊是我的 照片牆 就是 回憶 嗯... 然後就是有很多家裡的照片 學校的照片 我喜歡偶像的照片 然後這邊呢 是我掛衣服的地方 好 轉回來是 我睡覺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 床頭櫃 嗯... 就是放一些紙啊之類的 好 然後這個是我的床 然後 我其實 睡覺的時候都是開大燈的 因為我不敢 關燈睡 然後這個燈是在IKEA買的 現在還有賣 我記得 因為我是在五年前買的吧 很久以前 好 然後再來是 床... 套 床套呢 是在星光三月買的 我記得現在還有賣 因為我之前 去看的時候還有 好 那我的床大概長這樣 我覺得還滿軟的 就是 嗯...大概長這樣 還滿軟 而且我覺得還滿大的 一個人睡滿夠的 然後假如朋友來住我們家的話 也 滿夠睡的 對 然後睡覺就是這兩隻 然後 比較長抱的呢 收起來 不是收起來 拿去洗 對 好 然後這兩隻就是大概 也沒有再抱啦 就是睡起來他們都會掉在地上 跳舞的地方 我都在這邊運動 就是做瑜伽 然後跳舞什麼的 然後這裡是我的書桌 我通常都在這邊剪影片 然後 不是用這台剪 因為我不會用蘋果電腦剪影片 會 但是那個是還滿基礎的東西 對 然後我都是用筆電剪的 筆電我放在我媽房間 因為我房間有點小 好 然後 大概是長這樣 先給你們看一下這邊好 這裡呢 其實沒有什麼 就是收藏 不是收藏 收東西的地方啊 雜物的地方 像這邊啊 就有一些小時候在玩的東西 然後 鏡子 然後啞鈴 我在運動的東西 然後這個呢 這個還滿酷的 這是一個 彩妝殼 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之前買的 很久以前 雖然它看起來好像不太能用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用起來的感覺還滿美的 而且它沒有讓我過敏 它是有牌的東西 我不是亂買的 嗯 然後因為它體積太大 所以我就把它收在這 然後像這邊就是放一些畢業紀念冊啊 以前的東西 然後垃圾桶啊 然後我都會把就是 新買的包裝留起來 免得拍影片我找不到那個標籤 然後這個就是放 就是不要的刷具 就是 不常用的 好 然後 這個櫃子是粉紅色的 我還滿喜歡的 然後這裡就是 在十元商店買的那種小袋子 就是我放隱形眼鏡啊 防曬 就是比較 會用到 但是最近沒有在用的 我都會放在這 然後護手霜啊 卸妝 像小瓶外出的化妝水 這樣 欸你們好吵 好 然後再來起來是 我的抽屜 這樣子 抽屜其實還滿軟的 因為我沒有 我看不到的地方都不太整理 然後 這裡就會放筆 然後我以前寫過本子 然後這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一些 相機包啊 手機殼 機器人 搭訪房間機器人 好 然後 再來這裡是 我的椅子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一樣就是 放雜物的東西 像這個就是 我拍影片會用到的一些燈啊 然後3C配件 然後這個就是筆記本 然後手機殼 手機殼 手機殼是 收集的 這個現在都用不到 因為我換手機了 要拿去把它賣掉 好再來是電腦 啊我的鍵盤 再來是我的電腦 電腦沒有什麼好看的 就是我常常坐在這邊看 YouTube的影片 然後這個就是 比較常用的刷具 然後這個是我家 寶貝 對 然後這個就是 比較常用刷具 這個刷具超多人問的 就是在美容宅買的 網路上搜尋到 你們只要搜尋牙刷型刷具 就會找到了 對 還蠻 一組還蠻便宜的啦 我覺得 好 然後這個窗戶啊 我覺得它的光超美的 啊我的電腦暗了 好 再來是 比較特別是 這個是書桌嘛 可是它是可以掀起來的 先給你們看 它有點重 Hi 這樣 然後這裡我就是放一些 常用 但是 一樣就是 最近比較沒有在用 像這個 都是我收集的 那個 試用品 就是 可能我去買個什麼東西 他們就會送我一大堆 我都還沒有把它 慢慢 我慢慢在用 但還沒有用完 就是很多啊 E2號 什麼的 洗面乳粉底液 稀油面紙 然後這個很好用 這個是雞蛋面膜 然後這個粉撲到現在還沒拆開 然後這個是我的 一個很好的 朋友送我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久沒有用眼影 可是我非常喜歡 就是一直沒有什麼時間用 這是E2號的 然後這個就是使用品還沒有用 然後這個是我的 我的氣墊粉餅區 補充包 氣墊粉餅 什麼的 嗯 該不起來 然後這個是我的 比較大的眼影 眼影盤 然後 眼影 組合 對 然後這裡就是一些藥 梳子 什麼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平常化妝會打開的鏡子 好 關起來 它有點重 好 再來就是重頭戲 就是這邊 我講到好喘喔 這裡是我 最喜歡 我房間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 我每天看到他們心情就很好的地方 好 那我們先從第一層介紹 開始吧 就是我有在賣 因為我在做網拍 你們可以 就是 從我的IG 看到 對 對 好 那先從這裡開始好了 這邊就是我平常 每天都會用到的 化妝品的地方 像第一 我會粉類 像 上面就是比較常用到一些 睫毛膏 眉筆 眼影 棒啊 眉粉 反正就是比較常用 然後是 長狀類的 我都會放在這邊 棒狀類的 然後 這個盒子一樣 你們都可以 就是去我的IG看 然後就會 就會連到我網拍的地方 對 然後就是一些 我都有在用喔 就是 都會輪流 慢慢用 然後像這個就是 比較沒有常用 但是還是會用的東西 然後像海綿啊 氣墊粉撲 這些 然後還有一些紫圓油什麼的 對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抽屜是都可以打開的 然後像第一口就是上眼影 就是 剛剛那個是眼影盤嘛 然後這個是小顆眼影 就是 都會用的 我都會輪流用 這樣子 對 大概長這樣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櫃子是有重量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好 好 有點卡住 因為我東西太多了 然後這一層就是 這個也是眼影 然後因為那層放不下 然後這兩個是 這個是粉餅 這個是遮瑕 那我覺得 還不錯用 但是比較沒有太常用 因為我很少在畫底妝的 然後這個就是E2H的那個 唇 唇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蠻好用的 只是我覺得它帶出沒有點不方便 因為它很重 然後又很厚 好 再來是唇材類 在這邊 就是 嗯 長這樣子 然後都是一些 陶色系比較多的 對 然後這邊是 也是一樣有在用 對 然後就是我買 我買的都一定會用那種 不管難用還是 難用或是 不好用好用 我都一定會把它用完的那種 對 好 然後就還蠻多 像 像這一支是我最近很愛用的 對 我再找時間分享一個唇彩特輯好了 因為不然這樣也講不完 好 然後這個是 睫毛區 就是睫毛夾類 然後燙睫毛器啊 睫毛夾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支啊 無印良品的睫毛夾 超讚超用 然後第二名的是 台隆所創館這個 其他我覺得都沒有很好用 好喘喔 長得好喘 好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 一些腮紅區 腮紅其實都是別人給我的 我自己沒有什麼在買腮紅習慣 因為 因為我沒有很常用腮紅 對 腮紅我沒有特別推薦的 因為我就不常用 然後這一塊我還蠻推薦的 就是打亮修容 我覺得很好用 是 角色紐約的 現在去城市有貴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很便宜 我先把這個拉出來 因為這個 比較 比較難 拉出來 好 然後第二盤是蜜粉類 蜜粉粉餅 然後這個是腮紅 然後這個呢就是 MISSHA的 還不錯用 還可以接受 然後這個是很久以前買的腮紅 就是用到有點凹了 很久以前啦 然後這個就是非常好用的蜜粉 對 然後Pony推薦的粉餅 然後這個是Tony Moly的 蠻好用 只是我買太白 別人給我的 然後他給太白了 對 這樣 然後這一區是遮瑕類 這個是提亮膚色的 我覺得沒有很好用 因為他差 我用完他之後 隔天就長痘痘了 大長痘痘 然後有點小過敏 所以我覺得沒有很好用 然後這個是Tony Moly的遮瑕 不難用 但是也沒有到特別好用 稍微有點乾 然後這幾個都是我常用的遮瑕 Tony Moly E2House Maybelline 1028 然後E2House 然後這是空盒子 然後這個就是Pony推薦那個 打亮修容棒 蠻好用的 嗯 好 再來就是底妝類 然後 就是我底妝其實還好 沒有很多 分底液其實沒有很多 就是都推薦過了 remote的 然後babyc remote 然後cleo的 然後這個是babyc 然後這個是videal的妝前露 我覺得其實沒有大家說那麼好用欸 我覺得沒有什麼 太大的改變 然後這個是那個 BB Porsche的CC霜 我覺得蠻好用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清透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這樣 好 再來是這裡 這個 這個是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是我買的杯子 然後我把它拿來擦口紅 這裡是最近期比較常用的 然後我最近非常愛用這隻 藍芝的唇彩 嘿 沒錯 藍芝的 好 先把它擦回去 這杯子超可愛的 這個大概精湛可以買到 超級可愛的 很像我家的狗狗 然後這個是 Sephora的 之前推薦過的那個 我都有在用 只是我覺得 把它放回去感覺比較質感 所以我就一直把它放在盒子裡 然後這個就是Beauty Blender 我通常洗完就是會這樣子 把它倒 就是正著放回去 然後它乾了以後 就會直接掉到這個桶子裡 然後這三個 其實 我覺得有點浪費 因為 都是修容 腮紅 可是 我當初是 忘記我為什麼會買它了 反正我就是 比較少用 但還是有在用 所以就是比較沒有很常用 然後這個盒子 就是裝 卸妝的東西 海綿啊 棉花棒 然後 那個 啊 這個是海綿嗎 化妝棉 然後這個才是海綿 這樣 然後就是通常都會把它放在這 這樣子 講到好喘 然後這三個 這樣子拿東西其實會有點不方便 但是 就是 為了好看 好 再來是 這一層 二層呢 長這樣 喔 等我一下 我把相機調回來 這樣 好第二層是長這樣 都是 嗯 保養品類 像這個呢 是香水 好像不是保養品類 就是 常用類的 然後這個是香水 香水其實都是別人給我的 我沒有自己 擺香水習慣 我有噴的習慣 但是我沒有自己買的習慣 對 就是長這樣 其實我覺得淡淡的就好 我沒有特別喜歡的味道 這個盒子是在森侯工廠買的 防紅色 然後這個是我每天都會用的 乳液啊 藥膏之類的 然後 像這個是我最近在試用的 無印良品的乳液 我最近在試用還沒有打開 所以要等我這個 Inners Free用完我才會打開 已經剩到這 所以就 好用的話再跟你們說 好 然後這個是之前我們直接代言的 收斂水 超好用的 它讓我的毛孔縮得乾淨溜溜 對 我沒有每天用啦 因為我想說每天用好像對皮膚 是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關係 但我就是沒有每天用的習慣 然後這個是我送我媽媽的 消水腫按摩棒 我是有時候眼睛腫的時候會用一下 好 然後這個 沒有特別要介紹的東西 就是 每天都會用的 保養品 啊然後這個 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是洗刷盤 就是 它後面有魔鬼在 你可以黏在這 不用的時候就可以把它黏在這 要用的時候就把它拔下來 然後我就會貼在水槽 然後轉一轉一轉 這洗得超級乾淨 好 再來這個是 刷具類 我不知道 呃 我的刷具其實都是學校的 像這是學校的 啊這個是我自己在買的 沒有特別好用 所以你們要不要買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這個是 之前 找帶過買的 還蠻好用 Real Technique的 刷具 我今天講話有點累 因為我剛錄了好多 然後修眉刀啊 青春棒 梳子夾子 然後 然後 對 就是一些耍具類 比較 比較 比較多都是 別人給的 對 好 再來這個是 呃 比較 比較 偶爾才會用到的 保養品 沒有這個 這個我會每天用 只是 這個下面那層放不下來 所以我才會把它放在上面 像這個化妝水 然後 乳霜 跟保濕寧如果都有在用 只是我會把它放在上面 像這個就是 青粉刺的 我就比較偶爾才會用 然後這個就是卸妝水 這卸妝水蠻好用的 是皮科的 跟那個收斂水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無音良品的那個 肌如液的頭 我還沒有換 然後這個是大創的洗刷水 還蠻好用的 只是它的味道會持續非常的久 對 好 然後我覺得 這個架子也是在十元商店可以買到 然後這個鏡子很多人問 我是在家樂福買的 它就是有亮層 燈 就是 可能 晚上 要找東西 我懶得去開 開燈還是幹嘛 然後就會用這個 但是它有點 容易沒電 就是要 沖一下 對 然後這兩隻手錶是我比較常戴 所以就放在我房間 好 再來是這個 口紅架 口紅架是推薦非常多次 對 就是也在我的網拍可以買到 然後之前抽獎有抽過的 已經抽出來了 你們可以去看 好 然後這個是蠟燭 是一個美國牌子 我是在信義區ATG買的 然後這兩罐是洗刷具跟洗粉部的水 然後這個就是我收藏的口紅 都有在用 對 好 然後我通常都用鏡子這樣把它蓋起來 避免太陽曬到 嗯 雖然不知道有沒有作用 好 再來上面呢 上面是包包類 就是家人買的 或是我自己賺錢買的 對 然後就是比較外出的時候會背的 這樣這樣 然後上面呢就是帽子類的 然後或是一些盒子 然後太陽眼鏡之類的 好 那我比較常用的區域就是這邊 然後這邊介紹完 再來就是衣櫥 我的衣櫥長這樣 長這樣子 然後 我的衣服冬天跟夏天是一起的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多 其實事實上我衣服沒有到很多 因為那是冬天夏天 然後加上一些我姐我媽的會放在這 所以看起來比較多一點 嗯 然後像是大外套 毛衣 小外套 啊這是我學校的衣服 嘉年華的衣服 然後這裡就是褲子裙子 衣服這樣 好 然後這裡推過來以後 這邊就是我媽在放床單的地方 然後這裡就是我的衣服類 這裡是我媽的衣服 然後這裡是我的睡衣類 然後上面就不開了 上面是 嗯 私密類 然後這裡就是我的一些 衛生衣啊 學校衣服 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超喜歡的拖鞋 超可愛的 對吧 好 那以上就是我的房間裡有什麼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很無聊 但是我自己是蠻喜歡看這個主題的 嗯 然後 對 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幫我按讚喔 掰掰 我今天講話感覺有點小聲 因為我爸媽他們在睡覺 對 好 那就這樣囉 喜歡記得訂閱我 掰掰